山东大葱为什么这么高 要说全国范围内 哪个省份最爱吃葱 那山东是妥妥的冠军 山东的煎饼卷大葱 占点甜面酱 那任谁都顶不住 但爱吃归爱吃 山东人种大葱这个能力 是真的强的离谱 2017年中国大葱文化节评选葱王 别的省份拿出个小1米的都算不错了 结果山东直接掏出个2米51的超级大葱 一举多亏 而且这还不是偶然现象 据说山东省内的大葱 参赛门槛都得1米85以上 所以在山东 大葱没有185都不敢说话 那很多小凯就很奇怪 种大葱的省份那么多 为啥就山东种的那么高 当然山东作为农业大手 蔬菜产业本来就很发达 尤其是山东受光 那被遇为中国蔬菜之乡 但是除了产业问题 更重要的是山东独特的大葱文化 其实在明朝时期 张秋大葱就被皇帝奉为葱中之王 所以山东人种大葱 其实有上千年的历史 但当时的土地和生产力都很有限 那这玩意这么好吃 想多吃点怎么办呢 那就只能想办法让葱长大一点 所以经过不断摸索 山东人最终发明了大葱培土技术 啥意思呢 就是大葱没长高一段 就给它添一次土 这样既可以保证大葱不被折断 又能提供更多养分 还能锁住水分和味道 唯一的问题 就是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那有小凯会说了 这听着也不是很难啊 但这只是山东大葱长得高的因素之一 除此之外 山东的自然条件也很重要 尤其是张秋 年距日照超过了2600个小时 又位于黄河冲击平原 这土地肥沃水源充足 种蔬菜的条件 那是得天独厚 所以也有很多人开玩笑 说山东大葱长得高 是因为基因好 更多科技故事 关注科技周周 讲故事